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就是在打坐念佛 拜佛或者是诵经的时候 没有办法很专注 时常会有妄念出现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 那么这样是不是修行不成 反而有罪过呢 我们来请教圣言师傅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降服妄念 要想要没有妄念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 普通的时候一般的人 一定是有妄念的 很多人认为念经的时候有妄念就会罪过 拜佛的时候有妄念就会罪过 持咒的时候有妄念就会罪过 这错的一般的人呢 在持咒诵经拜佛 身体在动 口在念 但是 心里边呢 同样的 同时进行着 许多的妄念 咋念 有的妄念呢 是没有意义的 有的妄念呢 就是 甚至于是 恩念 是犯罪的一种念头 那在我们 出家人来讲叫做犯戒的念头 虽然有这个犯戒的念头 可是呢 并没有实际的去犯戒啊 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知道自己啊 这也是妄念就好 妄念的本身呢 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若能够发现自己有妄念 这是正常 特别是 在打坐的时候 那妄念纷飞 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有两种啊 非常正常 也是严重的现象 一个 就是昏沉 一个就是散乱 所谓昏沉呢 打开睡的意思 所以散乱呢 就是妄念纷飞的意思 所以心圆一马 人的心 从小生起来 就是啊 动想细想 没有办法 不动的 如果心 完全不动呢 那就入定了 就是在 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以及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头脑里同样的 会忽然间 散过 持咒 打坐 在这种情形下 有妄念呢 是正常 不要担心 只要知道 有妄念 那本身就是修行 我们在拜佛的时候 就是注意拜佛的动作 不要求感应 不要求反应 不要求灵验 而拜佛就是拜佛 注意你拜佛的动作 小的自己在拜佛 小的自己在拜佛 不要东想西想 希望求的什么 本身 修行 就是啊 一种功德 就有一定自然的感应 不需要 一边拜 一边呢 持咒 或者是诵经呢 就在 希望着 祈求着 期待着 有些什么感应呢 反应呢 出现 如果你要求反应 感应 灵验出现 那本身就是妄念了 所以是 要信无二用 练习着 直接在 拜佛就是拜佛 打坐就是打坐 你诵经 你注意自己的声音 注意自己 指在念力是什么 持咒 注意自己啊 体验到自己 正在啊 用 你自己的嘴巴 用你的心 在一句一句的持咒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中的 万念呢 会 越来越少 可是 不可能 没有万念 有万念 是正常的 如果发现到 一种罪恶的万念出现 所谓罪恶 就是犯戒 所以杀 盗 邪淫 妄语 甚至于啊 自己正想 说我想要 做一下什么事 但是你们有做啊 只是心中 有这么一个念头 出现而已 也不是故意的 这个 存着 要犯戒的心 来想着 要犯戒 而 直接头脑里 就出现了 这样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 提高你的警觉 你自己是有 这些念头的 不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根本不知道 因为在修行 所以你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 不要难过 你要高兴 高兴什么 哎 我还有那么多的 坏念头 真糟糕 我想要好好的修行 修行呢 不够好 不过呢 我知道有坏念头 那表示 我是在修行 那我继续地 不断地修行 那再 渐渐地 渐渐地 就像一缸浑水啊 慢慢慢慢地 这个浑水 这个就会沉淀了 但我们浑水 沉淀的过程之中 就会看到 一块一块的 一丝一丝的 那个脏的东西 往水下沉 那如果一缸浑水啊 还没有沉淀的时候 这看到是水 没有看到是 有什么脏的东西啊 往下沉淀 甚至于一直沉到 沉淀到底 水已经很清了 还可以看到 水底下有那么多的脏的东西 在这个情形下 应该是感觉到 嗯 这个我这是在修行呢 心已经在 清净 已经在 安静 已经在 改善 这 就是我们的 修行 否则的话呢 你们老实在想到 哇 我有杂念啊 我有妄念啊 我有恶念啊 那我大概不是修行的人 如果这样子想 那永远没有机会修行的 永远不能修行的 所以 所以 修行的时候 不要怕妄念 但是 就怕不知道有妄念 有知道妄念的时候 马上啊 你注意你的方法 所以方法就是说 诵经就是方法 你持咒也是方法 拜佛也是方法 你回到方法 注意方法 你的妄念呢 自然而然 就不见了 不要抵抗妄念 不要害怕妄念